当地时间7月3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阿斯塔纳主持中俄猛三方外长磋商 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蒙古国外长巴特策策格 共商三方合作事宜 王毅说 中俄猛是休期与共的永久邻邦 命运相连的合作伙伴 三方互利合作具有先天地缘优势 和身后传统积淀 符合三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方愿同俄方和猛方一道 恪守合作初心 锚定正确方向 加强团结协作 排除外部干扰 共商互利共赢的有效路径 共建繁荣稳定的地区格局 共享区域发展的利好成果 拉夫罗夫和巴特策策格 高度评价中俄猛三方外长磋商机制 愿同中方携手落实好三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三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都检查 як你 高度评论 排除外部干扰 排除外部干扰 获得 厉害 担心